字幕製作室 大致上把屠成層一下 就是把不同的室夫分在不同的檔案家裡面 這樣子接下來要做的事就會比較簡單一點 所以其他地方像腳墊的地方 就大概按照先前教過的一些方式來處理 那包含像耳機孔 也是類似像我們剛才做這個電鍍效果的方式 那原則上像這些金屬的材料 比較在意的就是它的反光的效果 所以盡量把反光效果做出來 質感就不會太差 那接下來還有一些細節我們繼續往下做 我們回到Illustrator 那主要還有喇叭孔的地方 我們這個已經做過分割了 可以直接使用 那一樣Ctrl-C 那這個你可以用入鏡或者是 或者是形狀塗層也可以 那沒關係我們繼續用入鏡的方式 增加一個塗層把它貼上入鏡 那因為這個我們沒有特別去量它的大小 所以我們可以填色後再來做移動 那一樣我們在這邊製作選舉範圍 然後它因為是前視圖的 把前視圖打開 加一個新圖層把它填滿 把它填滿 那一樣我們可以把線稿的圖層打開來 這樣比較好對位 Ctrl-T 去改變它的比例 大概調了一個位置 那細節部分你可以用上下左右去調 大概是需要的一個位置 那因為它是喇叭網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用濾鏡來做 一個斜角的濾鏡 就可以大概看一下 我們呈現的效果是 網內斜的喔 就是一個金屬無網 破孔的感覺 那如果 像因為我們原本的設定 並沒有把這個斜角的大小加進去 所以如果 我覺得這孔洞有點偏大 我可以 我可以把它採檢掉喔 採檢掉的方式就是選取修改 縮減 我們大概先縮減個3好了 然後 選取反轉 然後把它Delete掉 那你這樣子 網孔就會變得比較小一點喔 看起來會比較細緻一點 那因為這邊我們其實還有一個勾槽要把它裁掉喔 所以這時候我們要把這個圖層平面化 那我們可以直接新增一個圖層 然後把要平面化的這個圖層 選起來 就選到兩個圖層 然後按快速鍵 Ctrl-1 它就會變成一個點陣化的圖層了 然後我們可以把奪出來的物件把它砍掉 然後把線稿關掉 那其實這邊還有一個美工 美工溝的一個設定 所以我會在 通常會把這個圖層放在外面 放在外面 然後 框選一下 框選一下這條直線 那因為它是直線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 用框選的方式來做 然後給它一個笔畫 3 3應該可以 然後一樣這時候我們要加上一個濾鏡 就是 加上一個圖層混合是一樣 塑膠跟斜雕 那我們可以把它推進一點來看 其實我需要的一個效果就有點像是 美工溝的一個效果 所以當光線過來的時候 黑線旁邊會比較亮 那黑線左邊就比較黑 那就可以看起來像形成一個 一個切線的 切線的效果 但我可能希望它更 更柔軟一點 讓我可以把 柔化稍微加大一點 也不用太大了 我們試試看 因為這個東西 通常是細細小小的 所以 也不用太大 沒關係我們就先這樣 然後我們可以把 把多餘的線條把它砍掉 像看起來可以再稍微大一點 所以像這種美工溝的東西 它會出現在一些地方 像這個 它是一個分件 基本上也是可以加入美工 美工溝 或是我們講修飾線 那我們直接選取 選這個物件 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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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圍 然後 直接在這個圖層 一樣給它一個筆畫就可以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它是一個被切割的狀態 那上面有些地方 像這邊其實也可以做 但是因為這邊有陰影 所以你做上去 有時候會比較奇怪一點 所以 也是可以試試看 我們試試看 它就會稍微有點浮起來 那原因就是因為這個量線會比較亮 所以你可以看到 大致上我們整體已經幾乎都完成了 就是有細節 然後金屬網這些材料 我們都已經把它做上來了 好 然後 這個耳機孔其實也可以有 也可以有美工溝 再回到Illustrator 我們現在還剩下一些修飾的細節 比如說我們可以上一個Logo 然後還有一些文字 我們都叫這些叫Artwork 包含像這些小的Icon 還有文字 還有功能的切換 那這個Icon的部分 大家可以直接在Illustrator裡面做 就不用在AutoCAD裡面去做這些Icon 那我這邊稍微說明一下 怎麼樣做這個放射性的文字 還有這些線條 然後還有這個 這到時候我們會做一個類似金屬銘板的效果 所以我們需要有一個 有一個外框線跟文字 那我大概教這兩個部分 先把它關掉 先開一個新的頁面 那第一個比較簡單的 我們做一下這個線條 先畫一條橫線 然後你把它移過來 你按Shift Auto按著 那它就會把它拷貝過來 那這時候 我們可以選一下線出 這1.5好了 這邊有一個線條屬性 我們可以去改變 那一般內定的線是這種垂直的 垂直的線 這你們可以試試看 它其實效果會不一樣 所以原則上 我們先製造一個這樣子的物件 然後我們按Ctrl G 把它grouping在一起 然後這時候我們的物件 編輯裡面 物件變形有一個旋轉 那因為我們現在是兩樣東西 那它會依照這兩樣東西的中心點去做旋轉 那比如說我們旋轉30度 然後浴室 然後我們用拷貝的 這樣你原來的 原來的就會留住 然後這時候我們一樣用Ctrl D 它是一個快速鍵 它就會重複我們剛才的動作 那很快的我們就可以做出一個 類似刻度的一個線條 那文字的部分的話 大家都知道 雅吹的打字工具在這邊有一個T 那它其中裡面有一些細的選項 你把這個小箭頭往下按 按右鍵 鍵頭按右鍵之後 裡面有文字 一般會用文字工具 然後還有一個是 路徑文字工具 所以你看這個圖像 就知道我們把一個字打在一個路徑上 那因為這個是圓形的 圓形的 所以我們只要先畫一個圓形出來 你先找到它的圓形 找到圓形之後 你把Shift跟Auto按住 它就會依照這個圓形畫一個圓 那大概目測一下你要的文字高度 那這個是我們需要的文字路徑 然後接下來就是把這個選項按右鍵 選入路徑文字工具 然後你點到你要的起始點 那大概會是在這個位置 所以你就可以從這邊輸入你要的數值 那稍微要對一下位置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完成了一個字順著圓弧的效果 那再來剛才提到的 我們還需要一個類似文字明版的效果 比如說這個是Harmony 然後像這種有點復古感的文字 你可以選 SAMPLE 這個字體應該是OK的 比如說我們選這種槽寫字 我這邊就直接做 通常我們先把它 建立外框 建立外框之後 這個是第一層的字嘛 那第二層的字我們先把它拷貝一個 拷貝一個起來 然後我們把外框先加粗 通常 反正就黑色的把它加粗 那這個寬度會依照你需要的大小而定 比如說用到6好了 那這時候我們會得到一個 有文字以及很粗的外框 然後我們用物件展開的方式 它可以讓你的甜色跟筆畫展開 它會變成兩個大的色塊 那你把它選起來之後 在路徑管理院裡面有這個連擊 你把它合併在一起 它就變成一個類似色塊了 然後我們再把 再把它換成外框線 那這時候你就會有一個邊框線 再加上你的Logo文字的效果 好這個大致上交了兩個方式 交了兩個方式 一個是做刻度 然後還有文字的方式 然後再來就是做Logo名版的一個方式 好那都好的話我們就把它貼到PhotoShop去 然後換回PhotoShop了 然後把它貼上 那這時候其實我們可以直接用像素 像素的話比較直接一點 然後把它移到我們需要的位置 然後把它移到我們需要的位置 那因為當產品有這些文字之後 你的文字效果會看起來比較漂亮 然後一樣我們這個旋轉盤的地方 我們也是把文字Copy過來 把文字對一下喔 那可能我們也是用生灰就可以喔 然後一樣可以稍微刷淡一點 那有時候你希望讓這個文字 比如說有一些凹刻效果 你還是可以加上濾鏡喔 比如說用胡椒斜角 它會有一點點下凹的效果 但是這個尺寸就會很小 這個尺寸就會很小 就可以讓你的字稍微有一點立體感喔 然後我們就用這個效果 用這個看起來會比較立體一點 那這個也可以試試看啊 直接把這個濾鏡貼過去 它就有點像是金屬凹刻的效果 會比較明顯一點 那最後再把我們的Logo把它貼過來 記得把它換成曲線 那Logo貼過來的話就會用陸鏡 因為我們會做漸層的顏色 給予另外開一個新的陸鏡 把它放大一點來製作 先選內部的 所以有些東西算小小 但是你要花比較多時間做 那我們把它貼上 不是貼上 填滿 先填一個灰階上去 那這一樣我們可以用這個 塗層覆蓋的方式 漸層覆蓋 那因為之前我們有做了一個漸層的效果 我們把它改成 線性的 那你可以看一下 它就有一個光澤度在上面 那通常這種銀板我們還會給它一個底色 底色它就會是一個比較深的效果 所以 箭頭 然後我們填一個 稍微深色一點的 那這時候我們上面的Logo就會被顯現出來 那我們可以讓它有一點點 斜角 像這個 有一種方式 你可以讓它是凹進去或凸出來的 就是看你要怎麼設定 那我這次還是做凸出來的 那有一點厚度在上面 然後你可以給它一點 小一點的陰影 就代表它稍微有一點厚度 有一點厚度的感覺 所以大概是 大概是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它就是一個 立體銘板的效果 那原則上到這裡 我們已經做的差不多了 就是我們需要的效果 我們都把它做出來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第一個階段的部分 我們 Gerry 我們可以進入